……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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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 狂 真 激烈呀 看來 我們 在宮葬廝耽 跟着 子 子 泰埔 大人 已先行 開拔出針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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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啊 锦园将军把指挥云奇的重任交给他 必然知道他会按补散的结果行动 幸好将军没让咱们跟着云奇 打仗和冒险真的不一样啊 这满地的人 我 我见不得这种大场面 恩公说哪里话 这也算不得什么场面 数百年前 某风饶的令史为了截夺剑墓 率军压境罗符 几乎摧毁半数洞天 杀得云奇军实不存一 这样的过去 对长生种来说甚至不算历史 称昨天也不为过 与之相比 眼前这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 哇 哪有你这么阿卫人的 也不知道太鼓这一仗是舒适赢 你是哪边哪 我看倒下的都没几个云奇军 这一仗贤舟应该打得很漂亮 未必 如果行军大捷 通常会留下据点和部队滞后侧应 但这里却没有 私下找找 或许还有线索 你当心哦 那些怪物的生命力可 快看 那有人 这里 这里 这里还有人活着 你们不是云奇啊 来这里做什么 很危险的 我们是将军请来的援助 请问其他人都到哪儿去了 竟把短生种搬来当救兵 景元真是无人可用了 快逃 这家伙是 妖王秘传 多嘴多舌 我说把你医好 你也会是我们中的一员呢 所以 你不会让他们逃走的 对不对 很快 你开始 你们选错了对手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了 咱们还是以恒违规 断生种的寿命 专业即逝 可必自导死路 你们来仙州是为什么 真是难知 想求得长生吗 又不着看景元的脸上了 小王秘传可以给你们想要的 你 你再坚持一下 我们找人来救你 别浪费时间了 我已被那家伙转变 有不了多久 你们快走吧 太不得人 就在前面 走吧 前伏已久的药王秘传 竟在这个节骨眼现身了 不知那位太补有没有算到这一截 是谁 报上来意 等等 是你们啊 几位快些进来 外边危险 嗯 你认得咱们 你们不是将军请来的客人吗 太补算到了各位 他吩咐过 一定要等候几位到来 是 太补命队伍驻扎此处后 便帅斥后去前方探查了 据说隐藏多年的药王秘传出现在附近 对 队伍里人心惶惶 好在各位来了 太补说了 几位不到 云齐便不得进发 哦 各位还请到镇中稍后 一切等太补大人返回后 再做主张 好 云齐军驻守在此 果足不前 看来形势并不乐观 药王秘传 我在哪里听过这名字 记得是潜伏在仙州内部 阴谋颠覆联盟的风扰密戏 星河的确引起了与风扰有关的异象 难道药王秘传因此放弃了伪装 不应该啊 好 云齐的主力丝毫未遵 一定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发生了 太补不在 像营地里的云齐打听打听吧 那恩公们不妨先到处看看 小女子找个地方歇歇脚 长话短说吧 请见谅 兵雄展威 现下不是分室闲聊之事 我们按照太补的军令 几个时辰前攻陷此处 之后我们才知道 原来此行的对手是信封受温祸祖的药王秘传 原本一切顺利 无论是药王秘传的妖人 还是受他们驱使的异兽都不是我们的对手 但没过多久 杭武里的弟兄姐妹突然不分敌我 肆意砍杀起来 可恨 要王秘传 到底使了什么药法 显州人最忌讳 将摩阴神斩露人前 因为他意味着放弃为人 输给了埋藏在长生血脉中的孽务 也违背了帝宫的训剑 药王秘传所为的 是每个联盟子弟最痛恨的卑劣行径 我对敌宫周氏 必为同胞报仇血恨 想要问话 可以 但我必须全程旁听 这部分内容 要一并录入口供 总算有个说话的伴儿了 被这群板着脸一声不吭的云齐压着 真无聊啊 那颗发光的种子 哈哈 我见过呀 它可真美 望进去 里面有声音会说话嘞 你还记不记得 可可利亚 魁首说靠着这东西 我们能为剑木注入心生 我原本是不信的 咱们想了那么多办法 花了短生种几辈子的时间 剑木却没有一丝活过来的迹象 但现在你瞧 嘿嘿 唯有星神的力量 才能再现神迹 没错 没错 伟大的药王 丰饶 你也看到了 对吧 剑木重生的样子 嘿嘿 何其壮绝 在长生种都回忆不起的神将时代 药王丰饶将剑木赐给罗浮仙周 借着这株神木 人类实现了无数奇迹 熙攘木无患 自在应身 只可恨妖孤毁掉了一切 颠倒黑白 抹去了药王的一切功绩 不过要不了多久 咱们就能重归神将时代的繁华 你见识过和我们一起战斗的那些异兽了 对吧 这只是剑木小小的恩赐 住口吧 胡言妄语的鼠辈 云起军用不了多久 就会把你们连根拔起 做了什么 我们治好了自己的同胞啊 被困在孱弱的血肉里 一定很痛苦吧 混蛋 我真想现在就看了它 哦 你们不懂 短生肿不懂的 什么魔阴身 那是药王所赐的第二生命 消解我之成就先体 自由自在的生命 你怎么能够 你怎么能够 那是什么魔阴的 你怎么会有任何人 你怎么会有任何人 太保大人,您回来了 久等了,诸位 我已查明药王秘传的玄虚 抱歉 为防机密外泄 药王秘传之事只有我和将军知详 这是一个阴谋颠覆联盟的隐秘组织 他们朝年潜伏在暗处 这次星河作祟,终于忍不住录了行踪 并且,这场灾乱与他们也有非同寻常的关系 战事不利 太保身先士卒,亲自探查敌情 令人钦佩 那...那倒也没什么 掩散之事,须补者轻制 获得一手情报方能趋近正确结果 诶,等等 谁说战事不利来着 药王秘传训谋已久 手段了得 但我军也未见烈士 怎能说战事不利 你很激励嘛 看看,跟太保待久了 咱们几个都沾上了未卜先知的毛病了 咱猜猜 这回你打算让我们做什么 不会是大头阵和云祺军一起冲锋吧 不去不去 本姑娘运大炒面 唉 谁说要让各位上战场了 没...没有吗 警员吩咐过 各位是因缘际会而来的骑兵 端得一个骑字 是财云祺的强功乃是势敌已正 用骑之时就在此刻 各位,请随本座来 受刺剑墓后 丹顶司曾是罗浮仙舟最重要的司部 毕竟是他们将所有仙舟人转变成了长生种 也是可到最后 丹士们仍不满足 开始以操纵生命为乐 对剑墓的研究就像影阵止渴 越深入越渴望 小中绝迷,梦中梦 烟霞聚散,身外深 各位,瞧见那边了吧 哦,好大的丹炉 还在冒烟呢 这是古时候丹士们产野仙道的地方 他们在此建起丹炉 汲取剑墓之力 画奇想为现实 因为炉中烟矮不息 顾得名云霞子府 名字虽然风雅,却是兵法上的死地 只要丹炉不息云霞缭绕 我们便寸步难尽 这就是云霞军失控入魔的原因 正是 阳王秘传在这散入洞天各处的雾蔼中 混入了诱发魔音参的丹药 除非能避弃行军 不然云霞军将不战自溃 因为没人知道身边的战友会在什么时候堕入魔音参 还有什么比猜忌能更好地瓦解一支军队的士气 云霞的第一次强攻只是掩护 太不用云霞主力吸引敌人注意 而让我们去熄灭丹炉 止入烟魔 药王秘传放弃百年前服 选择现在世身 说明其有必胜把握 然而准备再充分 终究是冲着云霞军而来 各位的能力与存在 药王秘传丝毫不知 也无法防备 你误会了魔音参 他不是专对人类生效的诅咒 无人不义魔音参 是因为他们虽为长生种 寿命却并不无限 而驰名凭借退灵抛却旧事 仅就魔音参而言 长生种是平等的 不过药王秘传的人 怎么也料不到将军赶请外援 当然也不会为了对付短生种而做准备 锦园将军所说的骑兵 就是这个意思吗 本作不敢妄言 只能说星河猎手的预言 比本作的补散更准 卡夫卡所求的未来 正在一一应验 是只有这条路 通向了已知最好的结果 如果可以选 没有人会选择跳下悬崖 没有人会选择跳下悬崖 何况这并非是我一人的决定 太补的职责是趋吉必凶 我不想让自己的选择令罗符滑向糟糕的未来 言归正传 熄灭丹炉而不受其害 这件事只有你们能办到 意下如何 好吧 虽然太补之会没有说情 但谁叫这个芒舟咱们能吧 杨树 我说的对吧 一旦烟雾止息 我会立刻前来 绝不让各位孤军奋战 现在开始练习碧气 应该不算晚 离单炉还很远 本作虽不通药理 但也知道抛开剂量谈毒性是纸上谈兵 哼 虽然如此 本作心里面还是怕得要死 本作还年轻 不想这么快就坠入魔一身啊 本作的运势掌落在对前之间 当机立断便能不受其害 所以别多说话动摇我 本作会竭力维持神志 剩下的便靠你们了 信不过本作是吧 要是本作说不知道 你该不会立即撂挑死不干吧 不用散 本作除数数占卜外 直觉也很准 也给诸位吃颗定心丸吧 各位还不知道魔音参是什么 对吗 一是认为 魔音参与记忆有关 长生种虽有极其漫长的寿命 记忆的容量终有极限 数百年 上千年过去 长生种能感受的情绪预值不断提升 记忆也在天长日久的磨石下 稀薄和厌倦 只留下了最极端鲜明的沉淀 那几乎必定是痛苦和悔恨的回忆残渣 明白吗 长生种的结局 就是不再感受到快乐与幸福 只余下如双痕般 镌刻在心头的痛悔恨仇 在这些极端情绪下 身为人的自我开始崩溃 这便是魔音参的开端 短生种不必担心这些 你安心了吗 啊 那我都安心了 我正好什么都不记得 不对 你还是不明白 魔音参的病因不是记忆 而是情感的预值被磨砺到 算了 你便当记忆厅吧 树木寥寥 多为受蛊惑的丹氏和医者 他们虽然能驱使异兽战斗 或是以丹药自撞身躯 但说到底并不是云祁军的对手 也正因此 这些人才会想出散布妖物的法子 实力对比如此悬殊 可他们却结束了潜伏举事叛乱了 这不正常 这些人在等候什么转机 一旦大炉熄灭 延期散去 本座立即赶来 唉 我总觉得 虽然长生种能活很久 但论烦恼和痛苦 可咱们这些短生种也没什么两样 唉等等 廷雲小姐 你怎么还不回去 这里离单路很近了 啊 我还不回去 成盟关心 小女子没事 谁叫将军命令我跟着各位呢 可不敢违抗军令呀 人命关天 田云小姐 你回去吧 将军那儿我们见识 真不必 小女子常年在宇宙中航行 别看年纪不小 实际满打满算 也只有十几年月历呢 深属于小姐 可不 广许 少年月历呢 的 大剑 以及 最大的 大剑 连翼 说 请 最多 精神 很快 你 是 快 有 那 好嘞 完成了 这下烟雾瞧不见了 好 好极了 本座拯救率军前来会合 奴隶 熄灭了 不要紧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是你呀 丹叔 丹市长见过太补大人 您好像并不意外 嗯 药王秘传必藏身丹顶司 将军和本座心知肚明 只是捉不住把柄没法问六思的罪 只好等你自己跳出来了 哼 也好 将星河邪碎引入仙洲 重生见墓 诱人堕入魔音身 这些大罪 石王司会一条一条同你清算 罪 如果我所为有罪 那么仙州的仙祖将与我同罪 是他们接受了丰饶之刺 将后裔转化成了长生虫 药王秘传 只是走在他们曾经走过的道路上 追求超脱 何罪之用 陆时 剑木悬根 包覆罗浮仙州 宛如有生之物 我族百合星海 无可匹敌 人人皆能得到诚信 自在变化 封饭神迹 将于九搜县州 那是何等荣光的时代 再瞧现在 县州沦落成了何等模样 干涉妖功驱使 屡造丰饶之民涂炭 使王司 甚至逼迫我们放弃长生 可叹哪 我不怪你无知 因为我们没能出生在剑木出将的时代 见证那时的奇迹 但现在 我们还有机会 恢复古之 我以为你有何高论 不过是些追求力量 再不做人的老套说辞 仙州仙民与帝宫同战 毁气剑木 设立石王司 划定生死 正是为了重新 以人类的姿态活下去 仙人 仙州之上并无仙人 什么风饶神迹 什么操弄生死 你们的所作所为 不过是妖孽行止罢了 话不投机半句也多 太补大人 您已做出选择 您抛弃了力量 那是最愚蠢的选择 太补 好 如我向您展示 仙人们曾做到的事情 客人 慈怀要我 听我呼召 为何 为何 为何如此 他明明说过 他明明说过 剑木降临 会带来不死的先驱 赐予我们星河的人 这么说 你不愚蠢 他 变成为我 你不愚蠢 帮手 你不愚蠢 你不愚蠢 不愚蠢 你不愚蠢 你不愚蠢 我 你不愚蠢 这些美学呀,小卒子。 唉,罢了。看来要从内部崩裂仙舟,还得用别的法子。 唉,真可惜。 还想多观察一阵子呢。 既然领受了风饶的恩赐,你们应该承受得住毁灭的...祝福吧。 聂岳小姐! 烈魏恩公,容我重新介绍。 我是绝灭大军幻龙。 我来此,乃是让这仙舟分崩离析,自灭而亡。 聂岳小姐是...军团的绝灭大军...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诸位,冷静。大敌当前,切不可乱了阵脚。 冰上仙舟的,不是焚风,不是星象。 哼,你们很幸运啊。 我嘛,是最不喜欢亲手制造毁灭的了。 可惜那位将军执意要我登台。 幻龙,也只得献丑一番。 该赴约了,请容我先行告退。 希望你们能同这些戏子,玩得才行。 这...这...所以...和我们一路同行的亭云小姐...是军团的人? 这身上冒出的那团火又是什么东西? 亭云小姐的身体,她的身体又去哪儿了? 杨叔,你见多识广,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那团火焰,自称绝灭大军幻龙。 这个名字,我曾经从其他无名客口中听过。 她是纳鲁克坐下的七位大军之一,钟爱凡人的自毁。 许多生灵被她诱入过万劫不复的深渊。 言下之意是,那位天伯斯的姑娘早已遭起蛊惑,成了军团的走卒。 我不这么认为。 幻龙中心于精神与物质双方面的毁灭,由心灵的溃败倒向肉体的消亡。 但亭云的言谈举止却不像是受蛊惑或被操纵。 若她不是原本的亭云,那更可能是幻龙的化形。 - 杨叔的意思是,真正的亭云还……- 抱歉,三月起。 我无法给出肯定的答复。 原本的亭云身在何方,又是何时被偷梁换住。 随着那具身躯的消散,我们已无从查究。 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想……和希望。 如果那就是亭云,幻龙为何要多此一举湮灭证据? 将遗体扔于故人面前,岂不更符合她的毁灭美学? 我相信,这才是幻龙的目的。 让我们因此深陷混乱和猜疑,彻底落入她的毒计。 难怪药王秘传兴起叛乱,原来是与军团大军暗中勾结。 他伪装仙周人的样貌,将星河送入罗浮,让我们自相毁灭。 他的目标一定是剑墓,燃指剑墓,又如夺走罗浮的根源。 如此一来,覆灭仙周轻而易举。 事不宜迟,必须阻止她。 灯少新查,前方便是封印剑墓的洞天,凌渊静。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那家伙以仙周人的样貌潜伏行事,余弄我等。 真是可恶,可恶至极。 更让人担心的是,还有多少反物质军团的族子潜伏在仙周之上。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但杨叔说得对,回过头看,亭云小姐是有不少古怪的地方,尤其对丰饶的造物过于感兴趣了。 既然是天博斯派出的使节,显然天博斯中却有亭云奇人。 放心,她的去向就由云奇军探查究竟。 至于出现在我们身边的这位亭云,正如瓦尔特先生所言, 她表现出的阴毒与残忍,正是为了扰乱我们的心神,切不可落入陷阱。 那本是池民族馆里的洞天,据说是自池民故乡世界移栽而来的古海圣境。 剑木自从在大战中被灼断后,其根系盘球从未真正死灭。 联盟决议将剑木封入了凌渊境,并交由池民龙尊世代守望, 意在借助池民龙翼的力量遏制剑木。 啊,时间过去太久了,也不知道当年的封印是否仍在。 就算在,恐怕也挡不住那个幽魂般的绝灭大军。 我已将眼前的情况报知了神策府。 他自从在穷关阵与我通话后,便再也没有音信, 说是有机缘要事,必须清治。 唉,情况已到了微如磊卵的时刻,只能相信将军了。 呃,这里是…… 诶 你倒是很熟嘛 嗯 是咱宁死没错 难怪船半路上断断续续收到几条军令 说云琪在此集结 想必是为了解决星河的问题 哎 终于 走了这一路终于能见着云琪的影子 可算归队了 我没骗你们吧 稍把你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就言出必见 呃 虽然绕了点远路 我去星察海前 曾找一位捕者测算此次出行的吉凶 他说随而有祸 让我不必在意去向 只要随波逐流便能有所收获 呃 什么意思 就是说 谢谢素杉姑娘了 哦 好吧 我就向这儿的云琪长官报备了 你们在这附近转着吧 可别乱跑 一会儿会有云琪来送你们回去 有缘再见啦 永远接不通的消息 真麻烦 也不知他三月和杨树那边发生了什么 云琪君似乎正在为了星河灾病而集结 但卡夫卡为什么要我们过来 他们怎么样了 任由怎么样了 耽搁的时间太久了 需要情报 怎么啦 走 你现在能去哪儿啊 罗夫还在封锁中 云琪君的行动还没结束呢 别急 等战事落定 我亲自送你和罗刹先生回家 丹恒兄很久没回故乡了吧 是吗 抱歉 想走吗 那就趁现在吧 云琪君很快就会检查你我的身份 我也有要去的地方 子弟不宜久留 你 要去哪里 我是行商啊 还有一笔交易 没做完呢 抱歉了 两位 我必须赶上我的朋友 这一路来 多些照顾了 我得小心行事 以免迎起云琪的警惕 若有人对我好奇 好大好高的顶 这太真顶 是以我持民族的云营术驱动 急引古海之水 如惊吞红锡 炼化丹药 这迟民协助建造的丹炉中均存有余营术 少主可借此多加体会 少主可借此多加体会 是吗 我不借机关便可御水 体会又有何用 您是受选之人 资质不可限量 但云营术毕竟是基主 赤明神影 这些过去的影子 还没有消散吗 这些回忆 不 这些事情都与我无关了 他们说你是真龙在传 真的吗 龙 如今的我已被逐出险中 不再是不朽的龙翼了 您独当一面的时候 我怕是看不到了 不必伤心 失明一族生命循环 长存此事 在您成为龙尊时 我多半已退生成了小娃娃 望您好生照顾 这股澎湃的力量 您是 是龙尊大人回来了 陵渊境中正在发生可怕的事情 请不要再前进了 您的敌人 您的敌人在等您 抱歉 我不能再次出逐 我的朋友已经离开了 我必须追上他们 您依然一意孤行 您不肯听我们的 就像当年那样 那么 前往陵渊境的船 就在岸边 请您登上它吧 你再来 你并不肯听你 你并不肯听你 这几天 来 そうですね 我就要去 你并不肯听你 那些人 你并不肯听你 又是这种感觉 这种 那就释放吧 魔鹰身 你来了 该是偿还代价的时候了 时候到了 你以为变成这副样子 就能逃得掉吗 逃得掉吗 我已经和你 还有那个女人说过很多遍了 我是丹衡 我和你们的过去毫无瓜葛 丹衡 你以为换上另一副面貌 改成另一个身份 往日的罪孽 就能一笔勾销了 你 你甚至连死都没有经受过 要让你感受这种痛苦 但恒 我要让你知道死的痛苦 哼 那可不行 今天你谁也杀不了 通缉犯 因为你得跟我走 锦园的根班小子 锦园没教你审时夺势吗 喂 你快走远些 待会刀剑无眼 你的模样 有点眼熟啊 小心 别走了 把真正的模样 撂着来吧 你 小子 我来介绍一下 你身后这位 可是身犯十万 判处仙舟 仙气大乱 被勇士放出的罪 持名龙尊 以跃君 如何 你以为潜入仙舟的 只有猎手吗 竟然如此 只能将你和他一同拿下 交流将军裁断 我听过你的恶名 隐阅君 真想不到 除去星河猎手 竟还有一名重犯 混入仙舟 放手吧 我无意挑起争端 来到仙舟 只为确认朋友安全 狡辩之词 静忧求欲再说也不迟 让开 很好很好 就是这样 隐月 你恐怕再也见不着你的朋友了 他们此刻 正深陷苦战 闭嘴 你也休想离开 好啊 那就再添把火吧 卡夫卡 嗯 阿人 听我说 解开束缚吧 啊 那么 开始吧 有点 凌产 你也要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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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出 迅速投降 那 倒 凌亚 走 走 怎么 面对这小子 下不了重手 还不够 你求之和 不知三月他们到底情况如何 必须速战速决 只要是冲 刚成这剑 遗恩 送送 你们俩确实棘手 看来要留下你们 非得用上这招了 这一剑 真眼熟啊 这那个女人教你的 那 便只有死路一条了 不能再拖延了 我们不予打动干戈 但眼下别无大法 抱歉 我还能自战 好了各位 听我说 住手吧 如何 二人 你满意了吗 你刚刚做了什么 只是一点准备工作 好迎接大人物的大驾光临 总不能让堂堂罗夫将军 看我家二人和你们两个的笑话呀 哈哈哈哈 靖元 将军 二位久别重回仙州 却总是在些尴尬的场合 如念故人之交 应该早些通知我才是 我要做的事已经完了 嗯 完了 你们帮了仙州一个小忙 我很感谢 带这人走吧 这一次 我可以当作没看见 将军 我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好久不见了 老朋友 我不是他 嗯 抱歉 你还不能走 因为你的列车朋友们正在临渊镜里等你呢 咱们一同去见见吧 拨越古海 殊胜妙境 这临渊镜的景色 同上次亲赌时一样 未曾变改 而如今站在这里的你我 却各自不同了 可见 即使肉身不朽的长生中 也无法与天地并聚 将军应该知道 持民轮回退生的习性 古海之水 已敌进了丹风的罪欠 当初与你共同站在这里的人 已经不在了 我是丹横 那位丹风是英雄也好 罪人也罢 都与我无关 我已承担了他的刑罚 接受永久的放逐 这我没有怨言 但将军看我时 请务必汽取过去的影子 啊 重提旧事 就像搅魂一滩浊水 突然惹影不快 大概是你的模样 大概是那龙角 依稀仿佛的龙尊气质 总让我把你和故人 联系起来吧 我已说过 是的 你说了 那又如何 若用一句话 就能改变他人 对自己的态度 世上也就没那么多争端了 你要我不再视你为丹风 可以 为我做一件事 以丹风的身份 帮我最后一个忙 此间势必 我就由他死去 撤销对你的放逐令 往后我可以保证 至少在罗符之上 你不再是任何人的影子 丹风能做到的事情 我未必做得到 你必须做到 不然一切许诺都不作数 要怪就怪你的前世吧 若不是他当初 做了那件混账事 若画龙之力 能够完整传承 我根本用不着逼你 方才说过 今天站在这里的你我 各自不同 丹风不在 只有丹横 而我 我已是罗符将军 有些事纵使不情愿 也仍然要去做的 聊些高兴的话题吧 你在列车上结交的朋友 眼下正在此间 不想见上一面吗 他 三月和杨叔 你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了 对 就在前方的显龙大鱼殿上 走吧 你的朋友们在等着你呢 我提防着 丰饶涅雾 星河猎手 要往秘传 可千算万算 终是没料到 反物质军团的出现 巡猎位已 又要同邪魔交战 此意之后 无论罗符存在与否 联盟必与军团不死不休 军团从未对联盟出手 在情报里 他们是一群疯狂破坏的战争机器 大意了 七大军各自的军团都有鲜明的风格 真不好办 幻龙大军喜爱事物自身的内部崩解 所以炮制了星河之乱 穿夺药王秘传走上前台 如今阴谋败露 他不得不亲自下场 不对 此举不符合他的毁灭美学 幻龙必有后招 你知道吗 当初丹丰犯下重罪 石王司立主将你回去 石鸣呢 半数赞同 半数反对 因为化龙传承只完成了一半 石鸣长老恨极了你 却又不敢杀你 为了对石王司和天博司有个交代 迫于压力 他们还是对丹丰执行了强制退林之术 不过 故意留下了一道瑕疵 长老以为能瞒得过石王司 好个如意算盘 但只是包不住火的 看 你的朋友正在和军团的爪牙作战 加快脚步 帮他们一把 景元 你可算是来了 我来迟了 这一路多亏福清的称迟 神策府送来的战报 我已收到 至于换龙的计划嘛 剑木 最大的异象就在那里 据说 绝灭大军换龙的手段 是令事物内乱自亡 他定是想要染指剑木 广播寿温祸祖之力 将罗浮 变成不死灭物横行的迷离地狱 我已有分享 列车团的各位 我带来了一个人 你们一定想见见的 你 你是 丹横 不会吧 你 是 丹横 对吧 你头上这对脚是怎么回事 说来话长 三月 哼 是我 不是 你还真有隐藏的力量啊 好了 朋友叙旧的事 且先放一放吧 诸位抵达罗浮时曾言 列车团是为解决 星河灾变而来 那时警员未敢应成 因为怀疑星河猎手 另有图谋 如今看来 倒是我过度忧虑了 星河猎手 却有图谋不假 他把各位送来 故意把事态扩大 好让各位与仙州 并肩作战 事到如今 诸位的诚意已无可置疑 罗浮欠诸位一份感激 本不该再有所求 但诚如福卿所说 幻龙的出现 令事态不再可控 身为罗浮将军 我不得不借当行的力量 也要请各位全力相助 罗浮之危机 就算与星河无关 以我的个性 也不会坐视不理 但我一人的意愿 并不能代表星穷列车 探索 了解 建立 连接 列车团奉行的开拓心条 不外乎八个字 旅途艰险 要贯彻他们 却难于登天 畏惧 险境 敌人 死亡 种种阻碍横更在旅途上 能走下去的无名客 屈指可数 前进也好 离开也罢 无名客的目的地 应该由他们自己选择 就像在列车上 决定目的地时 亲手投出那一票一样 丹兰 你 谢谢你 丹兰 我并非以无名客的身份 但我会以驰鸣后裔的身份 完成我对罗夫的责任 好啊 大家和来世一样生命大义 那么 接下来将军有什么妙计 妙计没有 只有赌一把 赌驰鸣长老的半截退林之术 赌丹衡 还能拾回龙尊的记忆 龙尊 没有 没有 只有赌一把 当年 剑木虽被地宫私命灼断 寿温祸族的诅咒 仍有少许残留 为了将之封印 罗夫请动不朽龙翼的力量 使驯服剑木残骸成了可能 在古代龙尊的主持下 驰鸣族导引古海之水 淹没林渊镜洞天 将它作为封存剑木的容器 为了纪念如此壮举和牺牲 仙舟联盟在林渊镜中 竖起显龙大鱼杯 留下驰鸣的造像 这雕像 好像大横啊 难道说 要向上那人就是 大横的兄弟 哼 少许相似罢了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硬要说起来 历代龙尊的形象 确实相差无几 本代除爱 现在持名龙尊的继任者 只是个习名的小娃娃 没有继承全部的力量 但恒 你明白了吗 丹丰死后 罗浮的池名 已没有能办到此事的人了 曾守望剑木的你 应该能为我们开启 前往剑木的道路 接下来 就要看你的了 你真是吓我一跳 还以为你惹了什么麻烦 被将军逮住了呢 本来还盘算怎么搭救你 闹了半天 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啊 之前就想问了 你怎么突然下车过来了 我又感动到 但有他和杨淑在 你还不放心吗 你瞧 咱们这一路帮忙 帮着帮着 就快成仙舟的大英雄了 那好 你能来 真是太好了 来到这个地方 记忆可有松动 解开禁制吧 你身负的力量 便是打开通往剑母之路的钥匙 我知道你会来的 因为提到仙舟时 你的眼神有着强烈的悲伤 他们放逐了你 但罗浮还是你的家乡 你是列车组的一员 丹河 赶紧把事情解决吧 我们还要继续旅行呢 他根底也有小拙的灵性 我已经是做我的古路歌 放任聚放在口中斩脱 用传说处似我 用囤囤传说处伟 本座知道也应当知道罗浮上的陈年公案 旧式秘新 以备不时之需 你作为云上五霄的英雄大放异彩时 我还没出生呢 亲眼见到当年的传奇 你和惠影图形里记录的样子所差无几 迟鸣的转生 真的会让人蜕变新生吗 在我平庸下 角质成命运 大根鱼 被我小酌的灵性 老你竟是做我的古歌 放任聚放 从口中斩脱 用传说处似我 用囤囤传说处伙我 过往朝夕 将我的伤 撕裂 阴海解放 万菌雷霆的巨响 热海 金黄祈祷 千桃海浪 心疯 弦弦关掌 锥炼出朝阳风亡 我必舍必希望 在你与从人之上 水底竟有这么多建筑 难怪典籍记载 凌渊净层是蚩鸣龙宫的所在 疏忽之乱时 我有幸功逢其盛 目睹过这一奇景 山移海转 工程空虚 蚩鸣族已故土圣地囚禁剑木 罗浮仙舟 实在亏欠他们良多 父亲 我在 对 你留在这里 率云齐镇守这条通道 以免另有事端 锦园 将军 你要独自去对付幻龙 倒也谈不上独自一人 还有朋友同行 将军 我们也愿随将军同去 请将军不要撇下我等 是啊 将军 我们虽然本是低微 但云齐军未必先舟的职责在身 岂有待在后方 反而让异乡旅客 为我们冒险的道理 如果不嫌弃 请让我来为各位开路 诸位 你们的心意我很清楚 但前方的对手 并非蜂饶聂物 而是反物质军团的绝灭大军 过了这条道后 就是地公私命 与禁灭祸族的对垒了 你们有更重要的职责 云齐军听令 我深入箭墓后 若海水恢复原状 便立刻撤离 重新闭锁洞天 一切事宜 听从太不安排 是 父亲 若我无法返回 将始末因果 承报给其他仙州的重任 交托给你了 我不会说什么 请亲自回来述职之类的话 你吩咐的 我定不如使命 有几分将军的意思了 有几分将军的意思了 用林渊敬来封印箭墓 背叛 此乃大不敬 你疯了 你以为这 能换取仙州人的信任 非我族类 永远不可能同心一致 长老的意思我已了解 但我意你绝 不容更连 好 好 我会承报龙师们 耻夺你龙尊的名号与力量 是 这是 最初接受了镇压剑墓使命的那位龙尊 按照传统 从此以后 历任龙尊都要重返显龙大鱼殿 在这儿引导古海之潮 守望并加固剑墓的封印 你想起来了 是 扣住三爪 朝近齿木 通往悬根深处的道路便会打开 这是什么谜语吗 扣住三爪 什么意思啊 不必担心 随我来便是 这么大个宫殿 说放弃就放弃了 换了我 得心疼好几个礼拜呢 对驰名而言 这牺牲恐怕是不得不为之的 哇 这是什么 三月小姐 你最好不要乱碰这些驰名 驰名 诶 这些珍珠是驰名 驰名族受尽时 会重返古海结卵 再以幼体退生出水 哇 不可思议 这便是所谓扣住三爪中的一处 消解此地封印便能向悬根再进一步 所谓的封印 是指这些造型古怪的石灯吗 是啊 我依稀记得需要依徐触碰石灯 来逆转此地的封印 前方有聂王盘踞 诸位 当心了 刚才那头巨兽的脚下踩着一块石板 不知是否和这儿的封印有关 作者 费劲碰石灯 就撑上你了 封印有 lac 对了 将军 婷芸小姐的 事情 你应该听说了吧 我从扶清处收到了报告 幻龙潜伏之身 处心几率实在令人防不胜防 事后云琪会展开调查 当务之急 要先瓦解幻龙的图谋 此处的封印 早在剑木重生前 已然摇摇鱼坠了 好了 前往第三处封印吧 这卡滑木的剑木 这可不得了 了解了 出发了 您找找人的剑木 先来 您找找人的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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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找不剑木 您找找人的剑木 您找找人的剑木 您把刀剑木 这便是三爪中的最后一处 石鸣鱼语 云银水舞 苍龙与飞 各有所归 这幅壁画描绘的是驰铭所学有成 散入仙舟各处 为联盟效力的壮年期 这壁画倒是挺有意思的 似乎完全不受时间侵蚀 这幅壁画应该与周遭其他几幅有所联系 讲述驰鸣族轮回一世的过程 自骨海中退生 又结卵归于骨海 不知道这和封印有没有关系 也许有关 也许 嗯 我能理解搜长挂肚很让人为难了 因为 我也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驰铭至头 故人提知 前世嫌弃 来世蒙事 这里描绘的 是驰铭族退生后 数年长同胞提携启蒙的成长岁月 驰鳴骑蝶 独行隐隐 波月凛凛 沧海陈珠 光阴流转 凡七百余载后 驰鸣龙翼大陷将至 又将再度结成龙卵 面于古海下 静候下一世退圣 驰鸣已卵 欲越木华 古海泱泱 欲越复生 这话上描述的 是驰鸣族之卵 在波越古海退圣 在世为人的开端 三朝叩拜已毙 接下来 该是前往剑木悬根的时候了 剑木的根绪在不断滋长 是幻龙 我们得快些了 少主大人 咱们真的要抛下灵渊镜吗 月焰 你们会怪我吗 少主大人 我说不上来 虽然心底有些怨 但总觉得 有些说不出来的感受 长老说 咱们很久以前 也不是生活在仙州上的 是仙州给了我们 弃生之地 现在 是回报他们的时候了吧 是回报他们的时候了 是回报他们的时候了 那是什么 是龙吗 咱们已经走到尽头了 这里便是剑木悬根 风饶神迹的所在之处 扣住三招 朝进尺末 指的便是这里 受龙力遏制 剑木悬根 成了龙形木影的姿态 现在 我会揭开这最后的封印 各位 想必都准备好了吗 来者是罗浮的将军吗 那个坏东西 果然在这等着咱们 出来啊 快点 快来 恩公也来了 切莫心急 小女子还未梳妆完毕呢 难怪要王秘传自信高人一等 这剑木仙计 却有化生在造的力量 各位 务必小心 丹衡 我的后辈就拜托你了 我明白 焕龙 他在做什么 嗯 热位 瞧见这具美丽的肉身了吗 丰饶神迹 名不虚传 让我看看能用它做些什么 很好 就用这赐予仙舟长生的力量 为你们带来毁灭吧 万龙以攫取剑木的力量为己所用 诸位 尽力剿灭这些荒花 由我来击破它的肉身 喔 所以她是个妖怪 从中处来摹过的尽力量 让我将尽力量 起来 尽力部分 一根 快被打开 他 然后让我来 刺激 炸 被刺激 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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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哈哈哈,不碍事。 蝼蚁冰死的反撲,下一出戲目裡,我要將各位炮製成虛足。 讓毀滅的力量侵蝕各位的血肉,將你們鑄成那努克大人的棋子。 決定了,就從這傲慢不可一世的仙舟將軍開始吧! 這… 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呜! 呜! 羅浮會不會再來一次魅力? 這樣的毀滅,比較有趣呢? 呜! 你還想… 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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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得不錯,覃裂的將軍,但我失去的不過是個隨手捏制的肉身。 而你,還能堅持多久呢? 仙州的毁灭之日就要到了 走吧 毁灭的小丛子 告诉军团 巡猎的复仇 必将来临 将军 你没事吧 还撑得住 看来 咱们过去的默契还没有消失 换龙 真是个可怕的敌人 若不是他想将毁灭的力量注入我身体 把我转变成虚足 胜负 恐怕还在未定之数 多亏丹衡那恰到好处的一枪 重创了与我紧密连接的幻龙 也切断了他和剑木的连接 原来如此 丹衡拿枪刺你的时候 可怕我吓坏了 很遗憾 毁灭的令氏是不会轻易被毁灭的 不过 坏龙短时间内无力行风作浪 也不必担心他再染指借墓 只是 封印星河的工作还需要花上些时日 这些事就留给福清来操心好了 我只觉得 有些困倦 将军 睁大眼睛啊 现在可千万不能睡着呀 喂 醒醒了 飘摇世间 又何来落脚之处 以麻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